根据传说和历史记载 中国古代的出家人大都怀有一身的武功 河南省的少林寺甚至发展出文明世界的少林拳来 不知道现代的出家人还练不练武 练武对出家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徒手来运动 也有用器械来运动 那么现在的新式的运动方法 里头不是也有用各种各样的寄居 球类来锻炼身体吗 在印度的不一定说每一个人 出了家以后都要练武功 但是凡是修行禅定的人 打坐的人 他必须也要有动的时候 如果老是坐着 那对于身体是不健康的 如果说是打坐的功夫很深的人 他有两种情况可能发生 第一种他自然而然 他会动作出现 也就是变成了会打拳了 像打拳那个样 那也就是变成现在 我们所看到的 这愈加的体位的动作 那么最初就是呢 愈加的体位是一种运动 这是从哪里来 从打坐而产生的 其实我曾经也发生过 身体自然动 自然的运作 动作的时候 非常的规律 那么另外呢 一种情况 就是打坐的人 自己需要做一些运动 比如释迦牟尼佛 在每次吃过饭以后 要做一顿散步 那么打坐以后呢 是不是又做运动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他这个散步本身呢 也是一个运动 那么另外呢 就是打坐的人呢 虽然可能呢 没有这种动作出现 自己还是要 有一种劳动的工作 那么因此在当时呢 印度的时候啊 出家人需要脱波 脱波本身呢 就是到这个民间去啊 一个早上 就要走很多的路 这也是一种运动 所以是 如果老是在打坐 而不运动的人呢 就是说 要不然就是啊 他的气满已经敞通 那已经没有问题 如果气满没有敞通的话 一直坐下去 人体会害病的 所以这个武功原来啊 是从啊 打坐的需要而产生的 另外呢 在我们中国呢 辅教到了中国 中国人出了家 以及呢 经过西约 传到我们中国 那些出家人呢 长度爬涉 爬山涉水 这个每天呢 能够啊 这个 又要被封 又要淋雨 就是啊 非常的辛苦 如果没有啊 非常健康的 这个身体的话 他们没有办法 呃 这个行脚 也没有办法 跑那么多远的路啊 到我们东方来啊 传教 所以他们本身呢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功夫 都身体啊 练得非常的 坚强 他才能够啊 走那么远的路 到了那么那么 那么远的地方来啊 因此 相传啊 达摩 普利达摩啊 到我们这个 中国来的时候啊 他 就是带了一身的武功来的 所以 相传 少林寺的武功里边 有一本经 叫做达摩 一经经 那就是普利达摩 从西方啊 这个带着来的 一部武功的 这个 这个原始的经典啊 达摩 一经经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到了中国以后 中国的出家人啊 也 需要啊 练 把身体练得很健康 那么 他们用的是什么来练呢 用了一个方便铲 还有呢 这个身上 有一把戒刀 这个 这个刀子 在做什么呢 剃头啊 割衣服啊 割绳子啊 这个都可以用 还有那个铲子啊 可以 掘土啊 挖泥啊 做什么呢 做了准备 自己 要睡觉的时候 要休息的时候啊 打小棚子 打小帐篷的时候啊 那个锹可以用 另外呢 遇到呢 死猫啊 死狗啊 死动物的尸体啊 它就可以掩埋 所以这个 用这个东西呢 又可以当成了 防身的呀 一种啊 器械 因此就变成了 少林的武功 那至于说 现在的出家人 练不练了 现在的出家人 大概不练了 因为现在的出家人 出门了之后啊 这个 做的是汽车 做的是巴士 做的是飞机 也不需要 跑那么远的路 不需要 到深山里边去 如果到深山里边去 可能又 有一套啊 这个 进入山里 登山里装备 也不需要 练成那么好的武功 所以现在的出家人 大概不练 但是呢 练这个 武功啊 是很有用的 我自己 小的时候 做沙米的时候 就有一身的武功 我是练过的 我们呢 起早 台湾 每天都练的 我的 我的这个 打拳的一个老师啊 就是海登法师的学生 那么 海登法师呢 也到 我们的地方啊 来指导过我们的拳 这个 所以说 我是会的 但是呢 我现在 也不用他叫人 因为少林拳呢 打的时候 用的力比较大 这个动作啊 比较 比较粗 那这个 郁佳呢 比较柔软 所以我现在呢 叫人家 用郁佳 一直到现在 我的身体的 这个柔软度啊 比一般的人 稍微软一点 原因 因为我从小 练过武功 而我也懂得 郁佳 这个有关系啊 我也欢迎 希望啊 不一定是出家人啊 现在的 现在人 练练少林拳 练练郁佳书 也是很好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